今天是美国时间3月21号是春分 这个日子呢比较特殊 24节期里面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二分二制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春分跟秋分呢它是昼夜呢是均匀的 时间相等很平和 那么夏至和冬至呢一个就是阳气到了极点 一个是阴气到了极点 一个就是白昼时间最长 一个是夜晚时间最长 所以这就是四个最重要的点 然后从中医上来说呢春分也是不得了的一个节气 因为自春分这一天开始就由一支气到二支气了 我们叫一支气为风风气二支气为热气 就是说从这一期开始逐渐开始变热 逐渐开始变热 那么我们今天呢这里是狂风暴雨继续延续 这个实际上呢是一种不是很好的一个兆头 春分呢春天的我们我们是一个生发的季节 是一个万物欣欣向荣阳光明媚 回暖了猴鸟都归就回来了 就是大家都心情愉快 开始社交对吧 这个交朋友了 但是呢如果赶上特别不好的天气呢 对人对这个是各个身体心理是都有不好的影响的 那么因为我今天去讲了一下 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思考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春分养生吧 容易出现的几个错误 就是误区 大家点一下 就是我们春天呢 就是我们早上睡觉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就不要突然间就起床了 我定的是七点起床 七点闹铃影响立马就窜起来 这个就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春天呢 它生发之气很强 那么你如果心血管状态比较差 这个有动脉硬化 心脏不好 高血压等等 这些患者呢就是或者潜在的患者 起床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起 慢慢慢慢的起 就是醒来了以后 然后先眼睛眼球转一转 然后呢这个身体略微动一动 然后呢这个手掌在手再喘一喘 然后这个时候再慢慢再起来 这个就更好一点 起来了以后也不要急着去洗脸啊 或者是做干家务啊 起来以后先活动活动 拍打拍打 舒展舒展筋骨 然后按古人的说法呢 可以到院子当中吸呼吸呼吸 清晨的空气 然后回去呢再慢慢再洗漱 然后呢这个这个是在早晨 在一天当中呢就尽量就是尤其是大便的时候就不要太过用力 如果太过用力的话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按我之前看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就有患者 就是去锻炼玩那个单杠 猛的往上一用力 哎呦脑梗了 还有患者就是在 在上厕所的时候大便 憋得很费劲 然后用力一憋 哦 结果脑梗了 所以这些都是教训 在春天的时候尤其危险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略为宽容一点 春天吧 大家都有那种深发的这种欲望啊 然后可能就不小心就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东西就容易爆发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哎你就想一想比方说跟朋友之间斗嘴了跟老师同学或者是和家人出现了斗嘴的情况 这个时候你就想到哎现在是春天对吧 春天呢这个就人呢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压抑已久的这种爆发 比方说我们春分春分大家听到啊这个暮春三月江南草场草长哎一派好的 其实变暖啊这个坏事也就来了 比方说春分他有三个雾侯 第一个雾侯呢就燕子归来 第二个雾侯呢就是雷动 雷鸣雷响你能听到雷鸣 第三个雾侯呢电闪你就能看到闪电 所以你看你一听到电闪雷鸣 你就知道这个春分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就啊一派的那种温和 他是他是会爆发的就像春雷滚滚啊就像闪电 对吧他就是要要有一个 因为你不能长长长长长长长他必须有一个东西啊就要压制住他啊给他以平衡 就是你这个这个正电子太多了那么我这个负电子我就要给你中和一下那么在中和的时候就发生了放电现象 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是我们在春分节气就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谨慎再谨慎 同时呢我们这个然后在春天呢多出去呼吸呼吸这个大自然的气息 芳草的气息野花的气息 我们多去户外闻一闻这种泥土的这种气息 我们通过这种气息对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 它是有也是有一个保健作用的 然后我呢就比较有心 我去就是走访过几个没有得过这个新冠的这个朋友 还有这个认识的人然后呢我就关注他们有哪些这个不同的点 为什么他们不得呢 然后呢我就发现有几个有几例说明了 就是说这些人呢平时很关心自己的这个花花草草 然后很关心自己的这个院子里园子里的这个绿化 所以他们平时呢经常跟这些香草 香花 水果 跟这些泥土 打交道 那么他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菌群呢 就是一种很 很和谐 换句话说就是很多有益的细菌 很多 他们的身体是一种很平衡的状态 反而啊那些什么细菌病毒啊我们现在称之为晦气 啊这些气呢反而对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想象人家就是有一个金钟罩一样的东西 而这就想起了我们古书当中经常有一些 方法叫你身上佩戴一些香草 然后把这个衣服然后放在这个通过那些芳香的中药一熏以后 穿上以后又可以避蚊虫又可以这个避这个瘟疫 而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 那么我们春天呢我们到户外去走一走 接受那些气息 这些气息呢自然而然会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衣物产生一种熏熏染 熏染了这些气息以后呢就就有一些好的效果 这个避疫的效果 当然了这个也要看运气 这个毕竟这个细菌病毒各种有毒的害虫也是很活跃的 如果不小心然后被什么其他的一些有毒的虫给咬了 有毒的这个细菌给侵扰了 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